这是小兔子第一次到乌龟国 它既兴奋又紧张 机场大得不得了 差一点就迷路了 乌龟到底在哪里呢 啊,看到了,看到了 乌龟,乌龟,我在这里 乌龟带小兔子穿过机场 来到火车站 月台上空空的 半只乌龟也没有 什么,下一班火车 要一个月后才会来 很快吧 这是我们最快的火车了 餐厅的窗户正对着港口 小兔子一边转着椅子 一边看着安静的大海 奇怪 点完菜已经三个钟头了 怎么菜还没有来呢 没那么快了 我的果汁还没喝完了 从火车站走出去 是宽敞的街道 小兔子兴奋的东张希望 我觉得你们乌龟国的 每个同伴都长得一样哦 我都分不出来 会吗 傍晚的夕阳把大海 海、草原和马路都染成金黄色 走了很久很久以后 小兔子终于忍不住了 你家到底在哪里呀 乌龟说 快了快了 翻过这座山 你就看到我家了 很晚很晚的时候 他们终于到了乌龟的家 哇 你们家好大 好漂亮哦 小声点 大家都在睡觉呢 小兔子的房间在顶楼 从窗户看出去 整片天空挂满了像钻石一样的星星 小兔子很想坐在床上看星星 但是他一躺上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 乌龟带着小兔子去一个很酷的地方 小兔子从头到尾都非常兴奋 张大了嘴巴 一直在叫嚷 哇塞 哇塞 好美丽的地方哦 乌龟说 哎 这可是一百亿年前的古迹哦 风轻轻地吹过 蒲公鹰都飞了起来 好美呀 乌龟和小兔子请路过的游客帮他们拍照 来 看这边 笑一个 跟我说 吸 乌龟带着小兔子去看电影 电影院里面的座位很大 冷气凉凉的 很舒服 喂 不要再睡了 你已经睡了六个小时呢 天哪 这部电影还要演多久啊 乌龟说 快了快了 再五个小时就结束了 小兔子回家的日子一天天 窗外的风景看起来很熟悉啊 这时 小兔子突然觉得很舍不得离开 飞机就要起飞了 乌龟轻轻抱了抱小兔子 你现在还会觉得我们乌龟国的同伴都长得一样吗 小兔子摇摇头 下次要再来玩哦 好啊 那你也要到兔子国来玩哦 这时机场的广播声响了 各位旅客 很抱歉 刚刚飞机发生了一点小故障 我们正在努力抢修中 预计六个月后就可以起飞了